各位观众 各位朋友 大家白天晚上好 我是潘汝 今天非常高兴呢 我们请到了 Donis姊妹 给我们来谈 一个19世纪的丹麦的哲学奖 他的名字呢 叫克尔凯过尔 这个呢 可能有很多朋友呢 不知道 也有朋友知道 但他另外一个名字 在哲学界也 大家都听过客人 叫齐克过 这个名字 中国翻译的多一点 我呢 大概花个五分钟时间 把他的生平 给大家介绍一下 但是 今天的讲座呢 主要有Doris来给大家讲 第一 这是他的专业 第二 他是很喜欢 克尔凯过尔的哲学思想 他也花了时间读他的书 并且有他的 个人的见解 所以我们今天听听 Doris怎么来评价 克尔凯过尔 克尔凯过尔呢 是1813年出生于 丹麦哥本汉根的一个 富商家庭 他的家庭背景呢 还是挺富裕的 当然搞哲学 你家庭不富裕 怎么可以呢 是吧 都没钱了 所以 他的父亲呢 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但是这里面后面会有问题 对他人生造成的影响 我待会再讲什么问题 他是一个十几个孩子的 大家庭中的一个男孩 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孩子 他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特殊性在他十七 应该是十七八岁的时候 他父亲告诉他 他父亲是一个在他心目中 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 新教徒 信义众的 并且有当时 德国兴起的尽钱主义 这个是十八世纪兴起的一个流派 他父亲告诉他 你不是你母亲亲生 你是 我犯罪的后果 实际上是他父亲 强暴了一个女仆 后来生下了克安泰国 这个事情 让他一辈子活在罪中 这原因不是他的错 也因此这个问题 他后来跟他的未婚妻 他的未婚妻叫雷吉拉 雷吉拉很爱他 而且两个人已经有婚约了 正准备办婚礼的时候 克阿凯国取消了这场婚 他认为他有罪 他不应该去 再去犯这种错误 他当时有这种 肉体犯罪的这种感觉 其实这个在圣经中 并没有这样讲 克阿凯国的主要的哲学观念 就是我们后世成为 存在主义哲学的这样一个流派 其实这个流派 多瑞斯觉得有他的戒毒 他的主要学说 是主观真理和客观真理的概念 尤其强调人的主观性 他把人 人生分为三个阶段 至于哪三个阶段 待会儿到类似解读 他活的年纪并不大 他主要的著作 大概有十本书 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 《畏惧与战力》 我的呢 基本上没有读他的这个专注 因为我呢 是看到黑暗 我下面就没看 像理睬 像苏国文化 我都不想看 理睬之后 我只看了一个人 就是看了那个汉拉尔仁特 主要是看他的极天主义起源 后面的 就是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 是没有怎么看的 后来我信读了 哲学看的更少 所以这个事情 交给专业人去做 我们讲一讲他的收尾 克阿凯沃拒绝了 这次婚约之后呢 他就一个人孤独的 活了四十二岁 而且他一世有教职的 他是在 先是在哥们哈根大学 后来我看看 在那个大学 对 是在哥们哈根大学 然后在 他在大选里教学的时候呢 就写了他的 著作 之后呢 他写了 他的反讽的概念 以苏格拉尔为底线 把这个哲学思想 拉到了 伦理学的开山鼻祖 希腊三者的苏格拉尔 哥们哈根大学呢 肯定了这篇论文的价值 他是一个具有反讽的 这样一个哲学家 那么他呢 是 获得了家族的遗产 三万一千丹麦达勒 这是非常大的一笔钱 那个时候啊 活得不大 活了四十二岁 一九五五年 十一月十一日 在弗雷德尼克斯医院去世 四十二岁 说明他的身体呢 是非常虚弱的 原因呢 是小的时候 他从树上摔下了 并且患有一种慢性的结合病 那个时候还没清霉素 结合病是致命的啊 他的短短的一生呢 就活了四十二年 但是他的存在主义哲学 甚至有人认为是存在主义神学 他强调人的主观 人动性去发现真理 所以我下面要把麦交给德瑞斯姊妹 来请他解读 他对科尔凯格的看法 你别在意别人的观点 是你的观点就行了 谢谢 请德瑞斯上买 大家好 谢谢潘老师的介绍 我首先声明一下 我今天不是来给大家做讲座的 也不是给大家授课的 我只是来过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喜欢的哲学家 克尔凯格尔的一个哲学思想 那我觉得在我们开始聊 克尔凯格尔哲学思想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来讨论一下哲学吧 因为有很多朋友 就是一直有一个疑惑 就是认为自己哲学还没有入门 不知道什么是哲学 我觉得首先我们潘老师 我们有必要就什么是哲学 先交流一下吧 先交流一下这个问题行不行 好的 你是让我给哲学下定义吗 可以啊 我认为哲学就是 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对受造界的看法 就是你的主观的观念 还有一个就是 从另一个方面就是 就是我们人的一种世界观 你的一种认识 就是我个人认为啊 完毕 是的 我同意 哲学的话 就其根本来说 它就是人对自身存在的一种 理解吧 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一个哲学 那这个这种哲学呢 无非就是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家 依照他当时所处的时代 对人自身存在的一种思考和回答 所以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去看某个哲学家的那个著作 或者是去看哲学思想史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那个语言非常的灰色 就是有的时候看不懂 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代表就是你就没有你自己的一个哲学思考 那些都是哲学家他们的一个思考 但是他们的思考归他们的思考 这并不代表你没有你自己的一个哲学思考 当每个人当你当我再开始思考 我从哪里来 我是谁 我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这些问题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你就开始进入到一种哲学的思考当中去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回答的究竟什么是哲学 对 这个观念我是赞同的 就是你去思考一些终极问题 人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这个世界是有什么构成 这条线呢 是公元前六百年 米鲁举学派的泰勒斯 这个也是公认为古典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 当时是自然哲学派 他这个开始就引出了后面的一系列的 对于自然科学的探索 我们知道到了2200年之后 1687年 埃萨克刘顿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了埃萨克刘顿的书名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当时科学跟哲学才刚刚分离 这本书是分离的标准 后面我们知道就是科学革命 而在牛顿之前 科学是并在哲学里面 而且在托马斯阿贵纳之前 神学跟哲学也是并在一起 所以这三者在漫长的中世纪 包括古典世纪 他们其实是不分的 哪三者呢 就是神学哲学和科学 那么其中呢 在希腊三则这个位置 就是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这个阶段 哲学走向了人力学 走向了社会学 走向了政治学 他对这些进行指导 我们知道有著名的希腊三者 而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那里 他们分开了哲学的主要的两个流派 柏拉图是唯民派 亚里斯多德是唯使派 这也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流派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右派 一个左派 什么意思呢 一个是神看人 神本主义 柏拉图主义 还有一个是人去发现世界 这个是人本主义 这司徒两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因此在文艺复兴三节 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之中 这两个人是占中心位置的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介绍的 希腊哲学之后就是中世纪哲学 中世纪的经验哲学之后 就是德国古典哲学 这个克尔凯国尔是深受德国古典哲学 影响的这样一个人 至于我对他的解读 我是并不深刻 因为我是看史的 我是从史的角度去读哲学 我主要看的是哲学史 而德里斯他是哲学专业的 他是对每个哲学家有深度的一些 也谈不上太深度吧 至少有他个人的看法 所以我下面呢 我们还是把他拉回来 拉到克尔凯国尔 他的世界观跟以往的哲学家 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请德里斯给我们解决一下 我想在谈克尔凯国尔哲学思想之前呢 我想就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这一次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克尔凯国尔的哲学思想 而不是康德或者是其他的哲学家 我是基于我们现代这个时代 人的一个生存境况 来看这个问题的 因为在哲学界 我们会把这个人类社会大概分成四种形态 就是通俗意义上讲的传统社会 近代社会 现代社会 以及后现代社会 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 就是第四种社会形态 后现代社会当中 那么呢 在后现代社会当中 我们这个社会 以及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人 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个问题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在传统社会当中 我们一直都是在追求真 我们总是会问 哎呀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 但是到了近代呢 我们还是追求真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了现代社会 我们就不会再去想 人就不会想着去追求真的 我们追求的是有用 我们总是问 哎我做这个事情 我选这个专业 究竟有没有用 我们追求的是有用 而到了后现代 也就是我们现在 此时此刻所处的这个时代 我们追求的是快乐 是好玩 是爽 所以我觉得这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总的趋势吧 就是当我们在传统社会当中 或者说在近代社会当中 关心真的时候 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知识 而且关注更多的是我们自己的灵魂 所以那个古希纳的哲学家 苏格纳迪说 希纳人啊 你们应当要关心你们的灵魂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当我们关注灵魂的时候 我们很喜欢去的地方 我们觉得可以进化我们灵魂的地方 就是诸如以前的神庙 还有教堂 对不对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对这个世界都是充满着惊讶的 我们对神圣的东西都是充满着敬畏和前进的 我们可能会希望自己成为英雄 或者说成为圣徒 但是到了后现代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人 已经开始不关心真了 我们关心的只是享受 只是快乐 只是娱乐 只是时尚 我觉得当我们关心我们的感官快不快乐 爽不爽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不会再去关注知识 而只是关注我们自身存在的欲望了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佩服主播潘老师的 你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你竟然能够每天就是坚持早起 然后一直读经典看书 试问在这样一个时代 在这样一个以那个感官主义为指导的一个时代 谁还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主播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当人关注欲望的时候 在身体里面我们就不会再去关注我们的灵魂了 我们关注的主要是人的一个感觉器官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社会当中 我们的一个经济几乎所有的东西 都是围绕人的一个感觉器官展开的 潘老师你怎么看 是的 因为说实话我们最直观的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东西 我们能触摸到的 我们能闻到的香味 我们能看见的美女或者帅哥 这就是我们对高富帅对白富美的一种追求 就是最简单的 但是这个要跨越 为什么要跨越呢 因为我们受造不是为了去找一个高富帅或者白富美 找这个马门 我们受造是要荣耀神 这个就需要你不停地往上走 你刚才讲我 呃 佩服我 我这个是没办法 因为我浪费的时间太多 我在那些错的东西上花了很多时间 啊 并且还去信了藏感佛教 所以我现在得努力一点 罪太深 所以要赎点罪 这个没办法啊 呃 勤奋谈不上 但是至少说不再想浪费时间了 啊 谢谢 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啊 就是你说浪费时间这个问题 我们等一下再讨论 就我们我刚刚讲到 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的这个经济 基本上呃 众多的一些产业都是围绕人 人的一个感觉器官所展开的 所以说呃 我们每一个就是人的每一个器官 每一寸皮肤 基本上就是我个人觉得 在社会上几乎都有一个对应的产业 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 唯独没有一个产业 是面对人的灵魂的 所以以前呢 在传统社会当中的时候 我们会去神庙去教堂 现在我们去的地方 就是类似于 哎呀 游乐园啊 超级市场 KTV 还有喜悦城啊 酒吧呀 还有一些club呀 这些就就类似于这些地方吧 就以前我们 以前我们是对外界世界是充满的惊讶 但是后现代的人对外界是一种无所谓的一种态度 就是外面怎么样 关我屁事 我无所谓 我只关心我快不快乐 我舒不舒服 所以呢 呃 由于人对外界的无所谓 而过分的去关注他自己的一个感觉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 得抑郁症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那么呃 前一段 呃 不是 就是前几天吧 就那个女明星 李文 对吧 就是说 她是那个得抑郁症而死的 这抑郁症呢 其实在哲学上的表现 就是我们有个词 叫虚无主义 也就是说呃 这种得抑郁症的人在哲学上的表现是 也就体现为这个人更多的是关心虚无 而没有真实的关注自己的一个存在 他关注的是一些虚幻的一个东西 所以后现代社会 也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它也是一个虚无主义盛行的一个时代 你是掉线的还是让我来说 嗯 可能 你听得到吗 嗯 你现在又好了 嗯 继续 啊 啊 对就是你 我想问一下 你对这个虚无主义有什么看法吗 我们听的最多的其实是历史虚无主义 这是官方扣帽子的一种方式 这个主要是官方垄断意识形态的一个操作 它让现在的呃 普通民众他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 这也是官方的有有意为之 他要搞民粹要搞呃 大一统他必须要这样做 但是对于个体来讲虚无主义是非常讨厌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就像一个飘在望洋大海的树叶 你没地方扎根 你找不到你的生命的定位 就是你没办法回答你何以为人 你回答这个世上的意义是什么 你始终是找不到 所以当年我因为出于虚无主义 出于 因为我是看那个哲学的 看哲学史的 我就觉得我需要去信仰一种宗教 但是不幸 踩了一颗巨雷 什么巨雷你知道吧 藏传佛教 那个合体双修的那个 把人骨做成法器的那个 可以说是要有多阴暗就有多阴暗 但是我看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去信 我说我提醒各位真的不要去试错 从我这里吸取教训 真的我发现基督教真理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是非常排斥他的 我为什么选择去信仰乱佛教 因为我就是不信仪基督 这是我当时傲了一口气 我说我看了希腊哲学 我看了苏格拉底 我看了伯拉图 我为什么要清理这个犹太人的木匠 所以各位应该知道我的罪有多重 你再跟我说 潘老师 你不要把精力花在做油管上 你应该去挣钱 对不起 我的任务就是传福音 你除非上麦说服我去挣钱 好谢谢 对是的 那个虚无主义 人的一种虚无主义 就是人他找不到一种心灵的家园 或者说人找不到一种心灵的皈依 我觉得在现代这个社会 人作为自身的存在 作为我们自己 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去寻找一种心灵的家园 心灵的皈依 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 都值得去思考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其实 就是你刚刚也讲到了 这个官方的一个意识形态 我这里也想谈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我个人也是认为 今天的中国乃至今天的中国人 包括我自己都是非常非常分裂的 我们是处在一个很肆虐的一个状态当中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 四种社会形态 传统社会 近代社会 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 那其实呢 在当今的中国 我们主流官方的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 它实际上是近代的 就是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近代社会的一个影响 对吧 但是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还依然是生活在西方的一个近代 因为西方的近代 它设计了全球的文明和我们今天的一个格局 我们没有办法去打破它 但是我们身边的人 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身边的人 是不是崇拜的是西方的现代主义 就是有用 我不管别的 你做个什么事情 选个什么专业就是要有用 但是我们自己 包括我自己 我们是生活在后现代的一个流行文化当中的 也就是娱乐界的流行文化当中的 我们是奉行的感觉主义 情绪化 还有娱乐至上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 但后面呢 不是现在又炒什么国学热吗 这个国学热就是要我们回到传统当中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人是如此的撕裂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的焦躁不安的一个原因吧 所以就当今时代的一个近况看呢 我刚刚也讲到了 我们这是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感觉主义盛行的一个时代 也是娱乐至上情绪化的一个时代 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作秀的一个时代 有些秀真的是很low啊 所以人的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人的一个感性生命一直都是不断的 被这种环境文化氛围 在被片面化肢解化 以至于呢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每个人都在这种科技娱乐和情绪化碎片的欲望 当中所挠笼和宰割 因此从哲学上讲啊 就是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 它都是反传统形而上学的 所以人如何认识自身和自己生活的世界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今天人的一个生存境况 究竟如何 我们应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 是很是被非常尖锐的提到我们面前 也是要值得我们慎重思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19世纪的哲学家克尔凯古尔呢 我想就是刚刚潘老师也介绍了他的一个简介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潘老师的介绍 可以看到克尔凯古尔他的一生 就他的生活可能在我们看来 没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情节 但是他其实他面对的一个精神发展 就是他个人内心是充满着非常非常矛盾冲突和痛苦的 而且呢他也有着无比丰富复杂的一个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 那么这样的一种精神 这样的一种人生体验就迫使这一位19世纪的哲学家 深入的思考和探索这个世界生存的一个意义和个人的一个价值 那他的这个思考呢 都体现在他的哲学和宗教思想当中 我觉得他虽然总是从他个人的一个视角 以及他个人的一个独特的方式去看待这些问题 去对待这些问题 但我觉得他的这些思考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这个社会里的人 普遍关心和感兴趣的 因此呢他的一个思考 尽管他是19世纪的哲学家 但是他的思考放在21世纪的今天 我觉得也是有他的思想魅力和思想价值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克尔凯古尔哲学思想的一个原因 好的 你休息一下 我这里帮你去补充一个东西 你刚才讲到了四个社会 传统社会 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 还有后现代社会 对吧 对 我现在把这个呢 按到全球通时的角度去划分一遍 给大家说一下 传统社会是从古代 从亚伯拉罕更早 诺亚时代 一直到什么呢 一直到宗教改革到三大运动 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和第一大发现 1500年前后 这是过去的 之前的是传统社会 而近代社会呢 是从三大运动到二战 这是近代社会啊 而二战后到2000年 这个是现代社会 后现代应该指的是21世纪 这是按照这个体系划分的 如果按照神学划分呢 这里面稍作改动 其实它是以神学划分的 稍作改动 传统社会呢 是天主教神学时期 再早一点是犹太 新教 大公教会时期 然后是天主教教会时期 近代呢 是新教革命时期 而现代社会呢 是犯神人 无神人时期 后现代社会呢 我就是神时期 这个解释 我想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 可能不对 现在后现代社会就是 咱们不需要神了 我就是神啊 现在的同性恋爱 现在的西渡 现在的左派的这种政治性学 它都体现出这种 后现代社会的无神的一种状态 我个人解释是这样的 我们下面来看一看这个 科尔凯古尔的他的一些 这个生平咱们不讲啊 生平咱们不讲了 这我们讲他的这个后面啊 就是他的主要的哲学观念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让给大家时间 所以请达瑞斯跳到这个后面来 谢谢 在讲这个之前 我还是想先 就是给大家区分一下 存在和存在主义的一个概念 就是潘老师 你可能会把 克尔凯古尔放在存在主义哲学家里面 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 他是非理性主义哲学家 因为关于存在和存在主义 它是在哲学上 它是两个概念 因为关于存在这样一个 基本的哲学问题 是从巴门尼德以来 几千年西方哲学思想家 为之苦老的一个 形而上的一个问题 在古代像那个普罗泰格拉 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 以及像苏格拉底 也提出过认识你自己 以及在近代 在后来基督教神学 基督教哲学 更是对人的存在 以及对后面的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 是有一种直接的影响的吧 那么关于这个存在 就是在西方哲学史上 克尔凯古尔 他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特殊的一个人物 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 我们会把克尔凯古尔 称之为存在主义哲学的 一个先驱 为什么把它称之为 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先驱 因为他首先提出了 存在这个词 这个概念是他提出来的 他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呢 是因为他当时要向 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哲学家 黑格尔的思辨哲学 当中提到的那个存在 进行一个批判和反对 因此呢 克尔凯古尔他是明确的把他自己的一个哲学跟传统哲学是对立的吧 特别是他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批判当作他自己哲学的一个一个根本方向 那么存在主义呢 这是一个在哲学思想史上 他是一个牛派 他主要是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到四十年代 存在主义他是从当时西方社会文化危机是遥相呼应的 因为存在主义呢 他是在那个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当中所分娩出来 或者说产生出来的 因此呢 这个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这一个思潮 他必然是反映出当代西方社会的一个冲突变革矛盾 以及当代西方人的一个痛苦和呼声 从而呢 他们要想要寻找一个解决出路 存在主义 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产生的 这是存在主义的产生 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的 他是流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那这样的一种思潮呢 他是跟这个两次世界大战是结下了一个不解之缘的 因为两次世界大战 他是彻底的摧毁了西方人的那种美好的一个梦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类是由启蒙时代建立起来的一种对理性的信念 然后后面呢 对未来的一种美好的憧憬 都在这里被两次世界大战所打破了 那这个时候的人呢 是非常处在战争时期的人是非常的绝望的 因为战争很残酷 而且也是非常的沮丧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人 他们会用有以前的充实 有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由虚无所代替 所以这个是存在主义 那存在主义这个词呢 他是法国的一位哲学家萨特提出来的 他是知道萨特吗 知道 在哲学史上 他被称为存在主义哲学大师 那他的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呢 也是在那个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现象学 以及后面的理睬黑格尔 这些不同的德国哲学家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 那关于存在主义 我就给大家 存在主义和存在的一个概念区分 我就简单的解释到这里吧 那接下来呢 我就跟大家来谈一下 克尔凯郭尔的一个主要的哲学思想 我的这一个观点呢 主要是出自他的两本哲学著作 《非此几笔》 还有《恐惧与战力》 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吧 首先 克尔凯郭尔的一个观点是 人是一种悲逆性的一种存在 有信仰的 有基督信仰的人 应该都是认为说 人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交给上帝的 对吧 你是问我 但是呢 那是肯定的 我要给你补充两个啊 有可能我们朋友听不懂 你刚才提到了巴门尼德 他是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西纳的哲学派 他那个派别呢 埃尔尼欧派 这个他这个派别 巴门尼德和他的徒弟之洛是非常有名的 其中有两个名字是他们确定的 一个是罗吉 还有一个是贝润 就是这司徒鸟的贝润 这司徒鸟呢 是专门跟那个苏格拉里 跟柏拉图司徒鸟对照 所以巴门尼德经常去雅典 找苏格拉里对 他也辩不过苏格拉里 但是呢 他是提出了这个问题 存在的问题 这个人对哲学贡献非常大 那你刚才提到第二个 就是形而上的问题 我认为存在 他不但是形而上 而且他涉及到操验的本体人 比如神的本体 他就是病 这个God is being God is forever 他是这个存在的本体了 就是我们理解上哲学 这个存在的病 就是存在主义 他其实在那个宗教学领域 也是有一个 怎么说呢 比较重要的一个地位吧 因为从饲养史来看 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 他有很多都是宗教哲学家 那么有一个派系叫宗教存在主义吧 那么这个宗教存在主义呢 他最早就是源自于这个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哲学 包括20世纪在西欧 还有在俄国都有很多的一些存在主义思想的一个出现 大体上讲 他们也都是受到这种宗教存在主义的一个影响吧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补充第二个就是你提到这个萨特 他是一个20世纪的哲学家 他已经是一战二战的人物了 就是比较现代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萨特 他跟汉兰 对 他是20世纪的 对 梅拉 我没什么说的 来继续讲你的非理性 我刚刚讲到了 就是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 我们会认为人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交给上帝的 也就是交给那位超验的存在者的 但是在中间的这一个过程是需要人自己去完成的 所以在中间的这一个过程当中 我可能会比较认同说 克尔凯古尔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吧 就是人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 虽然在中间的这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会用到我们的一个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去合一的运用我们的一个理性 去思考一些问题 但是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能更多的也是会体现出 人是一种非理 作为一种非理性的存在而存在吧 克尔凯古尔说 人在中间的这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是在一直做无穷无尽的一个选择 那每一次选择呢 对人来说都意味着是一种冒险 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因为他在他在这里说明就是人在中间的这个过程做无穷无尽的选择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确定你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是不是对的 所以他觉得人总是在不断的选择和冒险的过程当中 带着各种非理性的牵挂的一种情绪体验的一种综合体 那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体验呢 构成了人生活的一个本身状态 我觉得可能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 但是我不知道潘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用一个朋友的观念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这位弟兄说我读了哲学 我接触世界的受造物 我就会产生想法 我这里也要说一下 如果你看到哲学 你去看这些东西思考这些问题 你的结果是必然会把你领到造物的面前 就是你要思考 除了两段你的受造和你死后的这个灵魂归宿 这些问题要交给宗教信仰去解决 而你的人生的中间阶段 就如刚才道瑞斯姊妹所讲 你是拥有自由的意志的 你是否要去寻求主观上去寻导真理 对你的人生构建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这是科尔凯古尔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 就是人要去找主观的 通过主观去接近上帝 所以我想请你继续讲 谢谢 所以你是认同他这样的一个思想的 是吧 我觉得我们其实每个人也都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是一直在不停的进行选择 那每一次选择呢 都是一种冒险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的路 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境遇 就像潘老师 当初你选择去尼德兰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 你当你做出这样的一种选择的时候 这样的一种选择 你选择去尼德兰 对于你来说就是一种冒险 你认同吗 是的 因为我不是那么高大上的理由来到了尼德兰 我到尼德兰是找女朋友的 这个是事实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理由 但是你选择去尼德兰 对于你的人生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 那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一种冒险 因为你不知道你去了尼德兰会遭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境遇 而且或许当初你也没有想过 你会成为油管的一个博主 对吧 我没有想过去油管上做这些节目 我的本身的想法是去某个学校去教中文 我的原来是这个打算 成为中文老师 也去试讲过 也去挣过这个钱 但是我后来发现 这样做事其实是 并不符合神的心意 因此呢 我哲学上认同这个 科尔凯古尔的主观去追求真理的这个思想 但是我神学上我是保留的 神学上我是加文主义 人的救恩完全取决于神的预定 我是完全赞同双重于灵论 我觉得阿米念主义在我这里是走不通的 我还是认为我人生是早就确定了 就如亚历山大所说的 我如果不是亚历山大 我宁愿是丢根里 但是他是亚历山大 他的使命就是去传播希腊文化 去希腊化那些远东地区 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你是没办法选择的 虽然你如果有办法去选择的时候 那你就一定要去选择形而上的东西 选择靠近接近真理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对于华人世界来说是非常难的 因为你一个无数人社会 那肯定是选择看得见摸到凿的是吧 金钱啊异性啊消费啊这些东西 所以现在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 其实是一个坏东西 因为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底子的社会 他就更加容易走向极端啊 这是我的观点 高与斯好像掉线了 我们把道理师接进来了 嗯好 你说完了哈 嗯 就是我想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情绪 在我们中间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选择去冒险 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还来不及辨认方向的时候 我们又不能停套 我们的生活总是一直在推着你颠簸前行 所以人总是劳苦愁烦的 所以我可能会倾向于把这个人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 比喻成一个在大海上航行的一个小舟吧 就可能有点有点文艺化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总是在来不及辨认航向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在港湾里面停靠的时候 你必须要一直颠簸着前行 只有当我们到达彼岸的时候 可能我们这个时候回头看一下 我们当初的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做不出第二次选择 所以潘老师也说你年轻的时候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呢 但是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做出第二次选择了 我觉得人生也是这样的 就好像在中间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吧 就好像堵住一样吧 比如说你选择你选择跟谁过一辈子 可能在半路上这个人就没有了 最后只跟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面对上帝 你不清楚也没有办法弄清楚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 克尔凯过的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 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 有一些运气比较好的人 与其说他是选择正确 不如说这个人他是蒙对的 所以克尔凯过的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就是 这种情绪体验构成了人生活的一个本身状态 它揭示了人生活的一个本质 那这种情绪呢 是人的一个理性思考以及逻辑推演没有办法去把握到的一个东西 如果说理性的一个推演逻辑的推理 还有科学的安排 可以把你的人生你的中 你的中人的这个中间的过程安排的妥妥贴贴 那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如愿以偿 但是事情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人生人的头上始终会有一张巨大的虚无之网 笼罩在我们头上 可能随时这种虚无可能随时会把人推到悬崖绝壁上 推到万丈深渊之处 举两个例子吧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可能我觉得人的命运就在中间过程当中 人的一个命运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这是谁知道呢 那谁也不知道 他自己会得癌症啊 最终被这个病痛夺去生命 我觉得人是在中间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讲不清楚的 有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会将你从一个存在 转到一个 转为一种非存在 可能你上午还遇到这个人 下午他就不在了 他可能就出车祸了 或者是出意外死亡了 也许我现在坐在这里 跟潘老师跟在座的各位朋友 来讨论哲学 讨论克尔凯古尔的思想 那也许呢 明天我就不存在了 我可能就出意外了 也是说不定的 所以如果真的当我从这种存在转为一种非存在 潘老师记得把你那两斤巧克力带过来看我啊 还有就是我经常在就是生活当中会看到一种情况 就是有一些家长 他们会按照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计划去安排他孩子的一个未来 但是也有可能某一天这个小孩放学回来的时候 他路过马路的时候出车祸了 人的理性这样想那样想 总是致力于这样的推理 那样的推理 但是他孩子的生命还是一去不复返 所以逻辑的推理科学的安排 在这里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作用的 这里出的问题呢 是他们的一个理性安排出的问题 因为人的一个存在很多的时候 就像克尔凯古尔讲的是一种是一种非理性的状态 生活的本身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 他不是能够用人的一个理性和逻辑所能够把握的 因此呢 我这里也是很反对这种未来主义 以及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生计划的 但是呢你当然你作为一个人 你当然可以去设计你明天要干什么 明年你要去干什么 但是我觉得人生的一个虚无和无 随时可以把你把人推到一种非存在的状态当中去 每一个人都是任何人都是 我觉得这个是人把握不住的吧 我们可能用理性来确定一些计划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明天是否 我们还能够坐在这里一起讨论 讨论思想讨论文化对吧 嗯 我就是比较反对用这种未来主义的一个期许 我觉得人在生活在中间的这一个过程当中 还是不要用未来主义的一个期许 对未来的一个难途来解决我们当下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非常愚蠢的一个行为 而且读过圣经的朋友应该也知道 圣经里面有讲过说你不要为明天忧郁 虽然我在这里给大家谈这个观点 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非常焦虑 我也会为明天忧郁 因为我们总是相信 我们在我们的固有的一个观念当中 总是会有一个执念 你觉得明天会更好吗 嗯 但是用这种 能听到吗 就是我想说的是 不要用未来主义的一个方式 来解决我们当下的一个生活 就是一天的难处 最好一天把它处理掉 解决好今天的一个生活 就是最好的一个回答 汉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我非常的反对未来主义 还有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生计划 就是我刚刚讲了一下我的这个观点 就是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中国曾经在九十年代非常流行 这个明天会更好 就是男女二重唱的这首歌 非常流行 但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 明天不会更好 明天只会更差 这也是整个圣经给我们提示 人奔向末世 人类社会重建巴别塔 美尼坚变成DN罗马的一个缓慢的过程 当然现在的左派运动也加速了这个过程 我们再回到哲学上来 我个人认为哲学在近几百年 就没有什么大的散光点 是吧 十九世纪有科尔开国 二十世纪有汉拿人特 二十一世纪目前还没有什么散光的哲学家 希望Doris成为一个闪闪花光的哲学家 当然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去想这个问题 不然的话我觉得无解 但是这种未来主义是肯定不对的 怎么可以说未来比现在好呢 对吧 这是两种极端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喜欢拜祖宗 这叫复古主义 这两个都是有问题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现在该干什么 你现在应该竞买商品 不是把责任推到过去或留给未来 完毕 现在插一下 我们这个直播已经快一小时了 但是你最重要的科尔凯古尔的人生三个阶段 我想请你去解读一下 我们跳过去 讲三个阶段 谢谢 好 接下来谈一下科尔凯古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 就是人生的三阶段 因为呢 科尔凯古尔他认为 就是能够揭示人的一个生存本质的 是人的孤独焦虑和绝望的一种情绪体验 这些情绪体验呢 它才是个体本真的一个情绪体验 像什么快乐呀 喜悦呀 欢乐呀 这些东西 在他看来都是非常肤浅的 人最深层次的一个情绪体验 是悲观绝望和恐惧 科尔凯古尔说 要想摆脱世俗生活当中的悲剧 唯独只有在宗教 在信仰当中才能得到解决 在哲学当中是得不到解决的 因为孤独的个体是走向上帝的个体 授予上帝的个体 个体最高实现是个人存在于 与上帝的关联之中 因为个人只有同本身之外的某种东西接触 把这种东西呢 当成对方时 才能够去把握自己存在的一个状态 而这种东西只可能是绝对的上帝 不可能是其他 所以很多人不正常的心理 它是一种自我奴役 正常的心理应该是 我认为应该是通过一种对象性的存在 来去理解自己 理解你自己 所以我觉得 我这个说一下 其实每个人找到上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受造的一个使命 找到造物主是非常喜悦的 是非常悦纳的 而且如果你想去在一个无神人群体中 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群中去传播福音 这是非常艰难的 但是这是神悦纳喜悦的 我要说这一点 好 你继续 真理克尔凯沃尔讲呢 人要面对上帝的时候 才能够明白 自身的一个局限性 正是因为这种悲观的一个情绪体验呢 把人送到了上帝面前 而人只有在上帝的永恒的力量当中 才能够发现自己是那么渺小 那么胆战以及中间的这一个过程 最终是走向上帝的一个过程 因此呢 代表了个体对自己认识的三个层次 或者说三种生活方式吧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刀罪词里面的噪音非常大 他在调试设备 我帮他读一下 他这三个阶段分成审美阶段 人力阶段和宗教阶段 其实这三个阶段是 从感性到理性再到操验的 还有噪音吗 没了 我说的对不对 三个阶段是从感性到理性再到操验 操验就是非理性的一个跨越 我的理解是这个 那你来解决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这么说吧 刚刚讲这个审美阶段 审美阶段呢 它是远离伦理和宗教的 那在这个阶段呢 主要体现在年轻人身上吧 就是人在年轻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一直停留在一种审美的阶段 总是追求自己感官欲望的一个满足 表现为精神上的一个失落和丧失 比如说我们在找对象的时候 男孩可能找女朋友的时候 只要漂亮就行 女孩找男朋友的时候 我只要找长得帅的 我要找高富帅的 其他的都无所谓 但是呢 这里要不要再辨析一下 要不要再 再从人性论的角度上 去辨析一下这个问题 潘老师你有读过那个 洛克的 就约翰洛克有本小册子 叫论全面教育 你有没有看过那本书 那个小册子 对不起 我真的没看过 我看过他的政府论 这本论全面教育没看过 你说了 我先去找一找我看一下再回复 好 就是我在这里想表达一个观点 就是人 就我们可能经常会夸别人长得漂亮 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大人 经常会夸一些小孩长得漂亮 但是事实上是 就是从人性论的角度看吧 一个人的外表的美 和一个人的内心的美 它是没有关系的 潘老师你认同吗 就是一个人的外表的美 和一个人的内心的美 它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一个人 这个女孩 这个男孩长不长得好看 这个小孩长不长得好看 并不是这个人自己努力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在对这种 就是在审美阶段这些人来说 就是我们在找对象啊 或者在其他方面也好 我认为就是对这种认识论的建立 应该是应该是建立在 还是在建立在对人的一种 绝对怀疑的一个观念 秩序之上的 就是每个人都是有限的 都是有罪的 我们就是这种关于人性有罪的观念 判断应该是先于我们 一个具体之人 对这个具体之人的一个外表的一个判断 对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好接下来看 就是这个审美阶段 就是追求感性的一个享乐 它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是追求物质欲望的一个满足 其次呢 是追求无穷失忆的一个幻想 那这个阶段呢 包括的是感性的一个内运 和审美的一个内遇 比如说 拜伦笔下的堂皇 他老师有看过堂皇吗 这个没看过 还叫看书吗 太有名了 就是在我们知道 拜伦笔下的堂皇 他是一个 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 也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讲 就是一个尿妹高手啊 就他不断地 在情色场上 不断地去猎起 不断地去追求新的对象 来满足他的一个欲望 但其实呢 拜伦笔下 他文学笔下的堂皇 是这样的 其实拜伦他自己的一个 个人生活也是这样的 那么克尔凯古尔呢 在他恐惧与战孕当中呢 是花了很大的一个文笔 去讲述这个堂皇的 因为他要论证这个审美的生活 人的人生第一阶段 审美阶段是不靠谱的 是不靠谱的 因为这种美感的生活 最终都是虚幻的 虽然在美感的生活当中呢 我们可能得到了感识的一个满足 得到了快乐 但是最后这些东西都不过是幻影 就可能大家现在静静地坐下来 想一下 当城市的一个生活 得到了满足的时候 你躺在床上的时候 你失眠睡不着的时候 你的内心是不是 也会有一种无名的忧伤 无名的忧虑 和空虚 袭过来 这种东西呢 它会占据我们的一个心灵 那这个时候呢 人的情绪是茫然无措的 他只能够去 重新去选择 重新去寻找内心的一个平静和安宁 这个时候 人们的生活就开始越进到第二个阶段 就是伦理的一个阶段 伦理的阶段 顾名思义就是 人们开始过一种伦理的 有德性的一个生活 那这种伦理阶段的人的一个生活 是为理性所支配的 我们倾听的是 人的一个理性的一个声音 那理性告诉我们 你要克制你自身的一个情欲 你必须要把你个人的一个选择 和社会的伦理和社会的一个义务联系起来 我们必须要遵从普遍性的一个道德原则 那这个时候呢 个体是把他自身投入到普遍性的 一个深层的博大身怀当中 以获得一种内心的平和和安宁 但是这里伦理道德是普遍的 伦理生活当中的个人在感觉和精神上 都是完完全全被直接占领的一种生活 这种生活呢 也是抱着普遍性目的的个人 要求放弃你自己的一个个别性 而去成就这种社会的一个普遍性 正因为如此呢 伦理的普遍性 它才能够给人提供一种安宁和平静 但是在这一个阶段 在伦理阶段呢 卡尔凯古尔又论证了 在这一个阶段 人同样是存在着一个深刻的矛盾的 那么这一个矛盾呢 也是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在伦理生活阶段 城市的享乐生活 依然时刻在对人展开粗俗的一个诱惑 使得伦理生活的个体呢 不能够克制 不能够自制 从而呢 有违反这种伦理生活中 普遍性的一个原则 当你当人违反了这种伦理生活当中 普遍性原则的时候 人在他的内心出于良心 他会产生一种深深的一种罪恶感 比如说婚外情 婚外情就是这样的 这在伦理生活看来呢 婚外情肯定是不道德的 但是人都是有限的 有罪的 人是经不住诱惑的 是就是人在违背 或者放弃了这种社会普遍性 要求的原则的时候 他会产生一种深深的罪恶感 当这个人出现婚外情的时候 他可能事后啊 他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对不起他的丈夫 或者说非常的对不起他的妻子 那么这样的一种内心的罪恶感 在伦理的生活的内部 他是没有办法去得到消解的 另一方面呢 当个人进入到普遍性 而无利将自己作为个体进行消解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这个人 也是处在一种精神的磨难当中的 因为我们进入到一种普遍性 遵从普遍性道德原则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意味着 我们必须要放弃我们的一个个体性 去成就普遍性 但是呢 这种成就普遍性 按照普遍性原则去要求自己的时候 我们可能往往感到自己的个体性 是没有办法得到维护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精神 是处在一种磨难的状态当中的 我们觉得我们的个体的生活 始终在这种伦理的生活阶段 找不到一种精神的皈依 所以最后 克尔凯古尔讲 这种个体的生活 人的个体的生活 总是要找到一种皈依 那想要找到这种皈依 就只能跃进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宗教阶段 那么在宗教阶段 在信仰阶段呢 人的生活是受信仰支配的 在这 在这一个阶段呢 人的生活 他极不受第一阶段 审美阶段 物欲的一个束缚 也不受能力阶段 普遍性原则 对个体性的一个压抑 在信仰这个阶段 孤独的个体 人是作为孤独的一个存在 孤独的个体 仅仅面对的 只是上帝 在上帝面前呢 他只是作为他自己而存在 那么个体的一个孤独 个体孤独的 为上帝而展开自己 本身的一个存在 因而呢 这种存在是充满着激情 持续奋斗的一个生活 他不是审美阶段的一个忧郁 也不是伦理生活阶段的一个平和和安宁 上帝是超越了伦理规范的 因为上帝他不能够用逻辑来证明 我们只能够把他作为信仰的一个对象 那么主体面临绝望 焦虑虚无孤独无依无靠时的一个精神 依靠我们信仰上帝 因为我们的绝望 焦虑孤独虚无 在这个状态 在这个时候 终于找到了他的一个皈依 因而上帝的一个存在 是一种非理性的一个荒谬意识 那么这里呢 克尔凯古尔 他是借助中世纪的教父哲学家 德尔图娘的非常经典的一句话 正因为荒谬 我才信仰 他这里是借用了他的这样的一句话 所以克尔凯古尔 他是极为听从这个信仰阶段 宗教阶段造势的一个生活方式 他认为只有在这一个阶段 在第三个阶段 在信仰的这个阶段 才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高的一个 生存的一个境界 人只有在宗教中呢 跟从上帝才是唯一的存在 只有信仰在日常生活中处在忧虑 焦虑绝望 无依无靠的凡人 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拯救 只有上帝的目光所凝造之处呢 才会有坚硬而宽阔的大地 为福生提供一个存在的一个根基 所以克尔凯古尔 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 就是信仰是唯一的救赎 那么关于这个信仰是唯一的救赎呢 他在他的那本著作 《恐惧与战力》当中 详细的论述了 详细的论述了 他在那本著作当中 是通过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分析 揭示他上述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思想的 潘老师你给我们讲一下 亚伯拉罕的一个故事吧 好的 在讲这个故事之前 你先告诉我 我刚才去卫生间了 你问我什么问题 我只听到你问 但是我没有回答 你是问什么问题 我忘记了 你先讲这个吧 好 我现在先说两点 一个是西方人力学的一次更新 这次更新是从古典希腊 希腊化的人力学 就是苏格拉里的人力学 转变成犹太基督教人力学 这个更新在新约时代完成 就是由使徒之后的一些教父来完成 其中就包括了刚才你提到的德尔图梁 德尔图梁的另外一个名字叫特图梁 他的著名的一句话 除了这句之外的一句话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笼子 但是我们的道瑞斯小姐说 他是中世纪 这个是不对的 他不是中世纪 他是希腊化时期的 中世纪是以罗马西罗马帝国灭亡 作为标志的 他是生活在二到三世纪的教父时期 那个时候应该还是希腊罗马时期 这是有区别的 你刚才问我的第二个故事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创世纪 从十五章到三十多章 应该都是讲亚伯拉罕亚伯兰的故事 对吧 这个故事很精彩 如果我们去从考古证据上讲 是亚伯兰出乌尔大城 然后去山上居住 上帝说你信我 你就抛弃你的所有地产 你要跟我走 亚伯兰这个人叫信心之父 信心之父就是什么 我就是信上帝 就是信神 但是神给他的是什么 神给他的空头支票 我们要知道 创世纪中神跟亚伯拉罕的许罗是 我必让你的后代成为大国 让你的子孙遍及地级 是吧 但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说 我八十岁了我老婆也七多了 更年期了是吧 我们也生不出孩子 然后我哪来的子孙后代 但没事有神在是吧 所以他生以萨的时候 前面犯了一个错误 跟那个下家是吧 搞了一夜情 然后生了这个以什玛丽 以什玛丽后来就给 以色列子民带来麻烦 他们就是穆斯林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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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祖先对吧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 哎 大家想想看 你是不是讲了这样一个道理 但是最精彩的 就是出现在这个 好像是创世纪十八章的 这个故事 带以萨去山上 去西大山上见神 神说你要去拿你的亲生儿子 敌出的啊 你说萨拉九十岁 才生的这个儿子 是吧 完全是出于神 因为按照正常理解 这个已经更年轻了 更年轻了更年轻了 是吧 你怎么又生了一个儿子呢 没事 你儿子是吧 过来献祭 但是我们知道 大卫包生讲的 以萨在这里不是小孩子 以萨已经三十岁了 是一个成年男子 所以信心之父 跟信心之子的故事就是 他们知道神是掌握生命的神 没事 以萨就乖乖的让他父亲绑起来 准备献祭给上帝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是吧 有插曲了 就是那个赎罪的羔羊的来历 旁边的树枝上 缠了一只一岁大的公羊 让 然后 亚伯拉九十岁说 我们拿这个公羊来代数 代数记这个意思 这个是预表新约中的 就是基督的 这个故事是隐身到 我们要无条件的相信上帝 信心是我们信仰真理的来源 这个故事说明的就是这 信心 信仰是唯一的救赎 好 完毕 凯古尔呢 他在恐惧战力当中 运用亚伯拉罕的人类信心之父的这个例子 他主要是想表明 信仰对于人来说 可能 就是 是一种悖论吧 因为 在这里呢 个体性是高于普遍性的 亚伯拉罕 正是愿意杀死他自己的儿子 也因此得到了他的儿子 可能在 人看来这是一种荒诞 也是一种悖论 那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呢 特尔凯古尔他是 分成了四个部分对这一个问题进行阐述的 在开篇他是对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这种行为是极为赞颂的 他赞颂亚伯拉罕 依靠信仰而奔向上帝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和人格的一个伟大 那后面呢 克尔凯古尔讨论了亚伯拉罕的一个必要性 他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的 这里呢 他也提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对合乎能力的东西 能够进行神学的怀疑吗 第二个是存在着一种人对上帝的绝对义务吗 第三个是亚伯拉罕对撒拉或者是以撒 以及所有人隐瞒他的一个计划 这在伦理学上是可以得到辩护的吗 因为亚伯拉罕他带走自己儿子的时候 是没有跟他的妻子撒拉商量的 而且他带走他自己的儿子是要杀掉他 那这样的一种行为在伦理学上能不能得到辩护 这肯定是不能的 对吧 因为这是违反我们的一个伦理的 从这三个问题呢 克尔凯古尔在这本书当中 他都是以悬疑的一个方式 画出来的 画出来隐含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一种 辩证法的一个因素表现了 那个由于信仰开始与思想所读之处 因而思想 人的一个思想 人的一个理性 而没有办法去把握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悖论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 可以对合乎伦理的东西进行神学的怀疑吗 神学对伦理的一个玄置 一个玄疑 亚伯拉罕的伦理行为 大家注意啊 亚伯拉罕的伦理的一个行为 是他意图谋杀自己的儿子 尼萨 但是 伦理的一个普遍性是要求你作为父亲 你应该是要爱你自己的儿子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 他的一个宗教表述 为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他应该呢 要去遵从他的信仰 去遵从上帝的一个旨意 那么在这里 他面对两难的一个境界 要么呢 他成为伦理上的一个凶犯 要么呢 在信仰上 他成为上帝忠诚的一个膜拜者 在这里 他是没有其他的一个选择的 只有一个悖论的一个选择 我们看到最后 就是亚伯拉罕 刚刚潘老师也讲了 亚伯拉罕他是毅然决然的 选择了成就对上帝的一个忠诚 那么这一个故事呢 本身也就体现出了 个体性是高于普遍性的 就是克尔凯过的一个观点 就是认为个体性是高于普遍性的 亚伯拉罕从普遍性抽身 保持了他个体的一个特殊性 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样的一种悖论 在伦理学上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 因为亚伯拉罕他是超越了伦理 而走向上帝的 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 可以通过伦理去解释一些悲剧英雄 什么是悲剧英雄呢 就是那些为民族的大义 不惜牺牲生命 为法律的公正而不惜 亲人的这些人 我们有一个词把他们称 称之为悲剧英雄 我们可能会为这些悲剧英雄 打下景仰的一个热泪 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能够 我们可以理解悲剧英雄 但是我们不能够理解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行为 他没有办法被得到理解 他作为父亲应该疼爱自己的儿子 除此之外 好像没有更高的一个目的 但是呢 他又要杀死他自己的儿子 这对人来说是荒谬的 但是呢 正是因为亚伯拉罕 坚如磐石的一个信仰 使他相信了 这种上帝对他的考验 这是一种上帝对他的一种考验 那这种考验进行考验 对这种考验进行诱惑的是伦理本身 他诱惑着亚伯拉罕 不去履行自己的一个伦理职责和义务 在这里他抵住了 抵抗住了伦理的一个诱惑 经受住了考验 他因为信仰获得了永世 永生的一个享福 所以具体的来讲 他在亚伯拉罕在这里是做了两项运动 第一个呢 是无限弃绝运动 放弃自己的儿子 第二个呢 就是信仰运动 这是他为之而感到欣慰的一个东西 正是因为他信仰上帝 他认为是作为信徒的一种最高的境界 也是呢 人类获得救赎的唯一的一个通道 这个是特尔凯古尔谈的第一个玄制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对上帝有绝对的一个义务吗 那么在这里呢 亚伯拉罕他举刀得子 说明了一个真理 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上帝是至高无上的 人应该无条件的去爱上帝 因为只有面对上帝一切才有可能 这种信仰与伦理的普遍性要求相比较起来 人对上帝的信仰才具有绝对的一个义务 所以克尔凯古尔在这里强调 说基督徒是绝对的 必须的 因为他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 他选择了对上帝的一个信仰 听从上帝的意志 是作为他一生当中最高的一个义务 那正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一个举刀 他按照上帝的一个意志去做了 所以上帝才拯救他 第三个观点就是克尔凯古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信仰是唯一的一个旧书 克尔凯古尔他在《恐惧与战力》这本书当中 反复的强调了他的这个观点 就是信仰是唯一的一个旧书 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够获得一种本真的存在 正是因为我们信仰上帝走向上帝 体用了上帝的恩宠 我们才有勇气 才有信心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他这里说的太正确了 我非常的赞同 因为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在这里的话 上帝他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不觉得一种激情吧 就是信仰对人来说就是一种激情 就是一种激情 我们的生活是不能够缺乏激情的 生活一定要有激情 如果你的生活没有激情的话 很快就会变成一潭死水 那我们知道死水 水一旦不流动 很快就会发臭 就会发臭 所以我觉得他这里讲的太对了 而我们这一个时代呢 我在开头的时候也讲到了 我们现在所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供奉科学 一个感觉主义至上取消激情的一个时代 所以孤独的个体 他这里讲的孤独的个体 只有面对上帝的时候 才会展开个体自身的一个丰富的一个内容 人只有在面对上帝展开自己生存的时候 他才会有无限丰富的一个内容 我觉得他这里讲的太对了 讲太对了 就是潘老师刚也讲到了 在二十世纪之后的哲学 哲学家 他们虽然是在也一直致力于思考批判 就是人的异化 然后科学的一个弊端 但是我认为他们的一个思考 终归还是没有找到一个人存在的一个根基 就是没有击中要害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要去找到真理的来源 包括找到人理的来源 那必须要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些启示 因此我觉得神的绝对主权 他是高于一切的世间的人 这也是亚伯拉罕去杀以杀的这样一个动机 我们开始的时候谈到了现代人 有很多人都得了抑郁症 包括了一些哲学家 像理睬这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你治疗抑郁症最好的方式 就是科尔凯伯的第三步 去找到信仰的这种解药 来解释后现代主义的迷失 所以我觉得哲学家他为什么会出问题 这里其中有的就是 他们应该忘了中世纪 13世纪的大哲学家 写神学大权的阿奎纳的那句著名的话 哲学是神学的卢比 这里我要纠正一下 我一直说此话是奥古斯林讲的 其实不是 是阿奎纳讲的 中上我第一是感谢这个Doris的这个解答 第二我对整个哲学的看法就是 他是给我们去仰视上帝的一个接替 这是我对他的评价 另外如果要消除后现代主义 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扰 其实我们要排除掉一些 无关紧要的东西 要去仰视真理 正如说二人心所讲 除了上帝没有不朽的 包括罗斯 因索梅尔讲 除了上帝没有不朽的 包括瓦地 包括你的祖宗牌位 包括你的钢藏人 因为所有的一切在于 神的绝对主权 在于神的真理 与神的创造秩序 好我这个是作为总结 下面交给Doris 我们今天还有就是 给各位的提问时间 我们预备一些问题 Doris你可以对今天的 你的一个理解 做一个总结 然后我们来色问 我最后再补充一下 我觉得人的一个信仰之路 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通过克尔凯古尔的思想 我们通过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 应该可以看到亚伯拉罕 他的这本著作就叫恐惧与战利 就是他想说明的是 在信仰这条路上 亚伯拉罕 他是带着恐惧和战利 走向摩尼亚山头的 那么呢 这也就预示着 人的一个信仰之路 是充满着血泪和苦难的 这是我要补充的一个观点 是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 特阿图娘的那句话 训道士的血是教会的东西 这个养师上帝 要有一个超越生命的 现实的一种秩序观 你要明白神为什么会玄众 我们下面呢 把今天的这个提问的机会 交给我们的观众 60名观众 不要问我 因为我是天天直播 问我们Dollis 你问他一些哲学问题 因为他是学哲学专业的 我不是 我原来的专业是弟弟 后来改学的世界近代史 所以问哲学问题 请问Dollis 我们现在来设问排卖 楼上我就不爬了 刚才有弟兄 在我们直播中问的问题 这些我不再去查了 因为很多层楼 你把它复制过来 我们现在重新排 谢谢 这个问题 就是科尔凯古尔 他强调的 就是智的辩证法 他这个辩证法呢 智的辩证法 是为了反驳 那个黑格尔的量的辩证法 而提出的一个观点 那他这里的一个信仰的飞跃呢 就是指的 就我刚刚讲到的 人生的三阶段 人要在你中间的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地去进行非此即彼的一个选择 这种选择 是不是一件轻松的一个事情 不是轻松的一个事情 这种选择不是说 潘老师等一下下播了 他要去吃晚饭了 他要选择三文鱼 还是选择牛排 还是选择什么其他的 这种不叫选择 这种选择是非常的痛苦的 它是带着血内和苦难的 那这种选择 信仰的飞跃 就是指的 人在中间的这个过程当中 从审美阶段 然后呢 到伦理阶段 再到信仰的这一个阶段 他把它称之为 就是在像史上 我们把它称之为 信仰的飞跃 对 这就是我们在推荡 我以前写过的 就是问我们 被神选中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我们 踩了多少颗雷 然后伤痕累累的 到了神面前 对神讲 我也很顺服 这种选择 确实不是想 晚上吃三文鱼 吃牛排 还是这么简单 因为在华语世界 在你的生活的圈子中 如果你选择信仰上 你其实你就是跟习惯法 对着干 你也跟这个世界的 发展趋势对着干 所以你会变得非常的痛苦 对 就是人只有在 人只有在什么时候 才会去选择信仰呢 才会有这种信仰的飞跃呢 就是人处在一种绝望的状态当中的时候 只有当人身陷绝望的时候 当生活的唯利 把这个人推向绝望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人可能才会去选择信仰 才会去上升到一种信仰的飞跃当中去 我的解答完毕 谢谢 这个肯定是不符合的 因为进化论的话 它窄化了人的一个想象力 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觉得它把人的一个生命 窄化了人的一个生命力 因为它没有解释 人从哪里来死到哪里 死后去到哪里 所以我觉得它是不符合圣经的 其实我对这个问题解释过 首先我们把范畴给混淆了 达尔文的进化是一个关于 生命它的自然演绎的一个科学 假设 为什么是假设呢 因为它是很难实证的 它不是跟其他的科学做流动物理学一样 是可以实证的 所以它是一个科学理论的假设 而圣经它是信仰的 神的话在现实中的一个体现 尽管圣经是用文字写起来 它肯定有误差 但是圣经是属于神学范畴的 它跟达尔文进化论不是一个体系的东西 如果你说符合不符合 我直接告诉你不符合 不符合 因为它不是可以去认证 圣经是否正确的问题 包括最重要的创世纪的第一章 给我们提供本体的能力章 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个是不能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来否决的 否则达尔文就是某些人的上帝 这是悖论的问题 哲学上就过不去了 我这要强调一下 我们从范畴上看 当时刚才Dollis解释的是 达尔文进化论没办法解释 人的受到的意义 何以为人 人的最终的归宿 这些都没办法由达尔文进化论来解释 因为他解释不是这个东西 达尔文解释的是 为什么加拉帕克斯群岛上的脆鸟 它的汇有五颜六色 也有各种不一样 他解释是这个 你不要越界 谢谢 Dollis 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啊 人通过自己的手段 想让神照着做 做什么呀 我觉得他的意思 是不是讲人是可以主观上去解决 他的信仰的选择 或者说是 我就是神 我就是神选 这个问题 我提你去看仙列姊妹的使徒行政 他刚刚推出来了 我想解释的就是 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拣选的问题了 不是我们有多好多牛 我们可以去真理在手 那是共产党总书记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认罪回来 让神结阅 就是我再补充一点 就关于刚刚那位朋友说的 怎么看待进化论符不符合圣经 我还有一个观点 就是我会认为 进化论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把人的生命进行一个异化了 也就是说 人被自己理解为 是一种机器 或者是动物 动物性的一个存在 并且还要构成一种 某种思维方式 就像大卫休莫提出的动物精神 还有休莫提出的动物精神 就是认为人是没有灵魂的 把人拉低到了动物以下的一个层面 还有我们今天的大数据 还有今天的人工智能 我觉得都是把人当机器看 把人的生命异化的一个结果 对 这是我的一个补充 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问题 没有真实感 你到底此一能解释吗 潘老师解释吧 好 我只是告诉你 圣经上的所有的事情 它都是真实的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人的历史 就是据温的历史 就是神在历史中的作为的 从创世纪走到启示物 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更多的这种怀疑认 因为是科学革命 让我们的方法认提升了 让我们的世界观改变了 但是本体认上是不变的 真理是永恒的 这个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相信圣经上讲的都是真理 都是唯一的神的创造 那我觉得你就得到你的信仰了 不然的话你总跟我当年一样 我们二十多岁 是吧 我又是学地理的 你说我还懂各种画石 那个石头一看 我知道这是寒武器的 你说我怎么可能相信 受刑路普呢 这就是范畴的问题 这就是范畴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不是神话故事 而是神的话 注意区别 God said 这就是范畴 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觉得在圣经当中的那些人和事 好像在生活当中都有存在 就是圣经当中不是说 日光之下无心事 是有这一句话吧 传道书 传道书 所罗门讲的 可以可以 就是我的感觉 对对对 你圣经看过几遍的 你在问我吗 我不问你问谁啊 一遍吧 一遍是可以了 我是可能把它当成历史书来看的 我觉得挺精彩的呀 就是历史书 而且你要知道上面的人 就业的先知都有目 都能找到考古证据 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那些人 那些邪恶的人 人性的恶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处处有体现的 更有甚者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遇到的那些奇葩的是邪恶的人 比圣经当中的还要邪恶 对 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你说梁家河统治呢 这些都是撒旦的纪秒 天那个阳光之下无新鲜事啊 我们跳过这个问题 我们看下一个 这个问题 天主教跟东东教是怎么解决的 婴儿洗 所以在中世纪 在婴儿死亡率比较高的时候 婴儿洗是有必要的 包括犹太教出生八日之后割离 耶稣也是出生八日之后割离 这是有有这个考量的 如果你说他难产没生出来 那怎么办呢 这个没办法 我没办法解释 你找找找找上帝解释啊 这种偶然性我是觉得超出我的解释能力了 对吧 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宗教改革的时候 因为这个婴儿的受洗产生了一个异端 叫重洗派 今天依旧有和他的后来 就是他的发展的趋势 阿米涅派和门诺派 这里不是阿米 对阿米涅派和门诺派 这里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 重洗派在德国 在神罗还发展出了 最早的无政府主义 还有尼采尔农烟革命 我要说的就是 我们今天如果看待婴儿洗的话 我是赞同的 我赞同的 早点受圣灵的洗 我是赞同的 我解释一下 达尔文的进化人士 有一定道理的科学理论 所以我们能找到 在不同地层中的各类生物化石 这是可以去证明的 我是找到过 软体动物的化石 这个我们要看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 实证的东西 我们找到化成来说明 生命进化 它有地层的证据 但是这个并不能否定 上帝的创造秩序 而是确认了 上帝的创造秩序 至于我的描述 我们发现上帝的彩蛋 发现各样的科学理论 不是用来否定上帝的 要记住这一点 这个让多利斯来回答 现代社会学 它不属于哲学领域吧 不是哲学领域 因为从学术上讲 哲学 哲学是一门学科 然后社会学是另外一门学科 它是两门学科 但是哲学和社会学 它们是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任何学科的一个出现 包括政治学科学 还有您这里讲的社会学 它们的这些学科的出现 都必须要依赖哲学的一个观念深度 才得以产生 对 还是你回答的问题 潘老师你先回来 我去喝口水 等一下再来回答 我想说的就是 价值理性 其实它是有更高的标准的 它实际上属于 这个更高的本性法的层面 The natural laws 实际上是神定秩序 而工具理性 更加强调于它的方法人层面 就是要用科学的方式 而不是原来的神秘主义 而这两个呢是我们在上次讲到 刘顿 我在斯斯一讲 讲爱萨克刘顿 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时候 讲到了 托马斯阿奎纳的预备 就是工具理性跟价值理性 通过它的神学大权 把亚利斯多德主义 并到了天独教神学系统 这里我更加理解 价值理性 其实是属于上帝的启示 这样一个范层 韦伯托马斯韦伯 他提到的这个 亚农理性 我是没有看到 在那个新疆人力 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精神之中 我是没有看到 我是不能理解 我不知道 刘顿是怎么解释 我接着往下看 等他回来再解释 我们接着大家时间 因为这是问我的 亚斯贝尔斯 亚斯贝尔斯我听过 但他的书我没看 我没有看到的书 我就没办法评价了 所以这个问题 超出了我的认知人力 我弃权 我没办法回答 因为我不知道 他的观念是怎样的 就像道瑞斯今天讲 克尔凯郭尔 是建立在 他对克尔凯郭尔 他的所著作研究的基础上 才能做这个讲座 我是没有看 所以我不能评价 对不起 中世纪 我的评价就是一个 辉煌的中世纪 如果从鼠宁意义看 中世纪获救的 得救的基督门徒 是各个世代中最多的 因为他是虔诚的 是敬虔的 是神农药的社会 所谓的黑暗中世纪 这个说法是彼得拉克 是文艺复兴 是这些之后的科学主义者 启蒙主义者 人本主义者他想出来了 实际上中世纪 我们要从跨越 操验的高度去看 中世纪获救的人 可比现代的 可以了 好 回去啊 回答 是这个问题 价值理性不是理性 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我的一个观点就是 是这样的 就是在人的一个理性的 一个认识论上 或者说价值理性上 只有人的一个死亡 人的一个死亡 它是超越理性的 或者准确的说 这是人的一个理性 永远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个命题 也就是人死后 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 这一个问题 我想在人类的知识界 也在就是在人类的知识层面上 没有人就是在 在厉害的思想家 他也没有去给你解决 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这个就是价值理性啊 价值理性他 所以说价值理性 就是说我们 就是靠着我们的一个知识 经验学习了很多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死去的人 没有一个死去的人复活 对吧 没有一个死去的人 去告诉一个活着的人 死亡之后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死亡之后是怎么样的 这是一个人理性认识论的一个边界 就你能理解吗 这是一个边界问题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 就是这是一个边界问题 你听过这个哲学家吗 我是听过 但没看过他的书 你看过你帮我评价一下 亚斯贝尔斯 就是您所喜爱的那位 二十世纪女哲学家 汉纳阿伦特的博士生导师 然后他的思想 亚斯贝尔斯的一个 亚斯贝尔斯的一个著作 我还没有详细的去阅读过 没看我们跳舞因为不好评 对没看过我不能乱讲 这个我评价过 中世纪肯定不是黑暗的一个中世纪 是非常辉煌的 我们上一期节目也谈到过 谈到过中世纪 就是那个大学 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呀 但是这个黑暗的中世纪 好像只有在中国的知识界 才会这么定义是吧 因为中国的知识界 他需要给共产意志形态背书 他需要用一个阶段性的理论来证明 欧洲中世纪是黑暗的 他们创造的现代社会是辉煌的 就是马列 马列斯茅 他们这帮人是辉煌的 就他用来否定别人 就必须要去一棍子打死 实际上这些呢 是从法国大革命引出来的 人们主义 启蒙主义的一个副产命 从鼠宁的角度来讲 说实话 神学家都是那个时候出的 哲学家也是那个时候最辉煌 你不要光看我们现在取得的科技成果 这些在神学方面是不重要的 因为上帝可以随时 对就是在中世纪之后才产生了 大学科学哲学等等 中世纪中产生的 公元11世纪波罗尼亚大学 12世纪牛津 13世纪剑桥 之中产生 这个我来回答吧 这个难度太大了 有 我直接跟你讲 就是当时瑞士的神罗 他们的重启拜 包括荷兰的重启拜 他们建立了吴政府 建立了共产主义 共产攻击制度 他们想在这个世界实现乌托邦 这个是 非常接近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 因为明天我要讲太平天国运动 而且我是用剑桥史和旧文史的这个观点去讲 不是用太平米的这个史观 就是我要用费真经的史观去讲 这个先跟大家预备一下 我就说重启派他对无政府主义 对共产攻击制度是有影响 这个不是问我的啊 过了 这也不是问题啊 这是一个陈述局 道列斯你先讲 还是我先讲 你先讲吧 这个问题我要还要跟你探讨一下 对 文艺复兴我认为是三大运动中 最没有价值的一个 但是它的价值是在于 把我们的审美提高了 就是道列斯讲的第一个阶段 我们看到了拉斐尔的圣母像 圣商像 米开朗基罗的 西斯坦里拜堂天鼎的创世纪 达文奇的蒙兰尼莎 艺术 但是艺术它本身来讲 它并不产生神学价值 所以它是个中性的 而另外两个运动是比这个要重要的 就是宗教改革和第一大发现 这是三大运动啊 所以文艺复兴在我这里是一个中性的 因为它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 就是产生了启蒙运动 产生了人本主义 而启蒙运动在我这里是全部否定的 全部否定的 而人不需要通过启蒙思想家去启蒙 人是只需要通过神的启示 通过我们超越性的盼望 去仰视真理 我们要做的就这个 我们不需要革命导师 不需要启蒙思想家 所以启蒙运动 我是全部否定的 但是我们从它的结果看 我们又知道为什么启蒙运动 不可取 因为从法国大人1789年到后面的巴黎公社到欧洲革命 欧洲革命就是反天主教的 反君主 君主它不一定是专制 你看现在欧洲很多的君主立宪国家 它可比那些所谓的革命家的换来换去的社会要稳定多了 所以你在权威情况下你实现宪政其实非常简单的 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基督教社会的基础 他们有自由的意志 你说在中国社会它是共和国 不错 他没皇帝 但是你像中国皇帝 从大炮到腊肉到包子 哪个不是土皇帝 这个问题就在于启蒙运动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东西 他把人的恶可以说是发挥出来了 而忽视了上帝对人性的一种考量 我个人认为中国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不去否定法国的什么启蒙主义运动 中国人还要再跟头 这是我的看法 Dollys 文艺复兴的话 它是指的复兴当时的一个古罗马帝国 但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 看到那个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古希腊 古希腊 就是上帝之城之后 我觉得我同意奥古斯丁的那个观点吧 地上是没有天国的 真正的天国是在天上 然后关于启蒙运动的话 我跟潘老师的观点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我还是保留我的那个观点 我认为人类早期的一个启蒙运动 我是持正面的一个看法的吧 因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 这个牵涉到哲学当中的几个牛派 比如说唯理论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认为欧陆的理性主义的一个原初的意义 或者说它的一个方法论 应该是指的用第一性的原理 或者超验的一个定义 去解释这个世界 而不是用后面的 就是用后面的人所说的那种实验的一个证据 来进行知识的一个推导 那关于这个启蒙运动 以及我们这里与之相关的理性主义 我觉得可能对我们说中文的群体 就是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 会有一个误解吧 也不是会有一个误解 就是我们可能只是理解到了其中的某一个层面 因为就是我认为在从思想史层面来讲 在托马斯阿奎拉之后 人的一个理性主义 它应该是定义为 把它定义为人是凭借上帝的启示 所形成的一种直觉的能力 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秩序吧 首先是人应该要倾听上帝的一个话语 然后呢才展开吸纳哲学 类似于像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这种理性的能力 最后我们人才能够承担管理这个世界的一个责任 那我觉得就是潘老师 你可能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你的观点只是倾向于这个第二个层面 就是我刚讲的人是展开 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理性能力 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说中文的群体 中国人很喜欢讲的这个理性 其实最开始的这个唯理论理性主义 在整个17世纪到18世纪的一个学术讨论当中 它是作为经验论 或者说经验主义的一个对立面而存在的 也就是在17世纪的时候 像斯宾诺莎 这是我回答的问题 在我这里我认为启蒙运动单指18世纪的法国启蒙主义 这个是我跟你的区别 但是我认为启蒙运动最开始是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你如果上述到更早的就是希腊 对对对 那就那这个范围我们是要肯定的 这是必须的 这个是有价值的 不能说没价值 就是它这个定义要启蒙运动怎么定义 是我们的分析所在 这问题是问我的 我们要看封建制只存在于欧洲中世纪 就是从希罗被蛮族接管之后 他们存在的封军封存的企业关系 这个里面有几个东西 一个是蛮族的习惯法 把土地分给各个工程子女 这个分配它是有契约的 这个契约就是圣运 就是上运 这是他们在接管希罗之前 他们就已经被基督教化的一个前因吧 但我这里要讲的就是这个封建在中国从来没出现过 因为中国从西周建立中法血缘封土制度 注意我的描述 血缘中法封土制度 它本身是没有审定契约在里面的 所以随意毁约也会因此而生 封建关系是天赋的合法性 这是存在了欧洲一千多年的一个中世纪的一个基础 而这个被拿破仑战争给摧毁了 就他破的是当时的封建关系 包括审罗 包括当时的欧洲的军土制度 拿破仑是一个秩序的破坏者 他所创立的秩序不是上帝的秩序 他颁布的法典叫什么法典 各位想想叫什么 拿破仑法典 他就是神的 所以我认为封建关系是不但是天赋 不是天赋啊 神父的合法性 而且封建关系是非常讲究契约精神的一种圣约关系 主要它是一种军事贵族制度 我们要替宁主打仗 宁主要给我们土地来供养我们 农民是属于各种封建关系里面的生产者 但是他们要受到歧视的保护 这里就产生出歧视精神跟这些封建彩衣制度 我在欧洲中是想讲过 这个我们是要肯定的 这个过渡我们是不能跳过去的 因此马克思在讲 对不起说错了 是斯大林在讲武端任的时候 因为我38年在历史维吾主义 跟变动维吾主义 讲武端任的时候 把这个强加到共产意识形态的历史观中 这个是影响天朝的 就是我们现在历史书上讲的 五个历史时期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 这个在天朝从来没出现过 那是斯大林想出来的 这个让 本世纪才刚刚过了23年 你让Dollys怎么回答 Dollys你知道21世纪 大哲学家吗 我是一个不知道 也没出来 这个没有办法回答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能称得上 本世纪有名的大哲学家的没有 好 那到本世纪末 我们才能讨论这个问题 对吧 对这个是关键 就是 普天之下 莫非王徒就说明了 包括这个土地上的贵族 大富 士和农民 都是王的 奴隶 但是在 欧洲奉建制度 不存在这样的关系 其实是不需要向国王负责 他只要向他的伯爵负责 一层一层的关系 不可以跳远 因为他们中间的中宝是上帝 这个观点我同意 我们不再交流 因为两个小时到了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讨论完了之后 我们今天就结束了 因为Dollys 小姑娘你还在外面呢 今天做直播 她还要回去 Dollys 你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潘老师 你来回答吧 首先你这个政府人指的是不是约翰洛克的政府人 你要指出是谁写的政府人 不然是谁的 对吧 如果你说的是约翰洛克的政府人 他这个自然状态就是 早期的犹太教在出埃及之后的逝世状态 就是最早的自然状态的政府 你去看逝世纪 然后以色列人觉得我们不爽 我们要找个王 对吧 那个积淀怎么对他们长大 你们找王 王不好伺候 王要征税 要税你们女儿 对吧 因为说我们要王 对吧 这就是地上王的产生 王权是怎么来的 但是这种状态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自然状态 自然状态应该是先知这种状态 先知是替神传话的 他们是立法者 祭司就是立位之派 他们是司法审判的 包括送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个盖亚法 他也是祭司阶层 这里就是注意我的描述 先知 祭司 君王 顺序是这样的 立法者先知 祭司是司法者 君王是行政者 从就业中产生的三天论命 这个请Dollis回答 这个回答结束 我们直播关闭 Dollis 你知道现在在世的大哲学家吗 Dollis不在 我是不清楚 在世的大哲学家 我是不清楚 Dollis 他可能他可能去处理一些私事 我们等他回来 我们跟各位说再见 因为他是今天的主讲 感谢各位观众来参加我们这个讨论 其实这个课题是很少有人喜欢的 因为讨论的是哲学问题 他是夹在中间的是吧 既不是讨论黑洞 也不是讨论5G 也不是讨论特斯拉 是吧 也不是讨论那个心灵鸡汤教 是吧 叫什么 中华田园鸡的那个 是吧 成功成绩 不好意思 我这边有点吵 这个问题你能回答吗 现在有没有 没有 我是说现在还健在的大哲学家有吗 有 就是像 你有没有看过哲学史啊 哲学史我最近的就 你想写哲学史的提例跟那个罗素 都是二战左右的人 对吧 我不是这个专业我说不出来 就现在再重新写的 你现在的 你是说21世纪的吗 我说他这个没范围不好说 你要给个时间段 对但是说实话就是 就是21世纪的哲学家 大哲真的挺少的吧 20世纪的还有一些 但是也都已经去世了 像研究消费主义的 写消费社会的 鲍德尼亚 齐格蒙特鲍曼 他们都是被称之为后现代 后现代 后现代哲学 流派的一些哲学家 以及还有 还有那个法兰克福学派 等等 这些 也不是 这个世纪的 是吧 罗素不但不是哲学家 而是罗素是 他真的是数学家 但是他写那个西方哲学史 我是建议大家不要看了 他那叫胡言乱语 基本上都是 他的一些这个 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不见一眼 你看过罗素的那个 我一本看的就是罗素的 我最后看的经历的 你看过那个邓小王的吗 邓小王他主要三大批判的 那个影著 他讲康德的 看过 他人都不相信上帝存在 没有信仰去谈哲学 是非常对的 对对 我觉得挺扯的一个事情 好 没关系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弹幕下面留言 我到时候有时间看到了 会给大家回复的 但是你不要回去休息 你那边都是十点钟了 我们今天要不就这样结束 你两个小时了 再长的话不行了 我们下次再安排吧 好 但是科尔凯古尔 我们下次应该不会讲了 我们把上级已经改掉了 就是一级 是吧 好 其实他的东西 我还没有讲完 如果要细讲的话 是可以讲几个小时的 如果你把它提出来 提念出来 我们再看 能不能再开一个讲座 讲他的母 不用了吧 不要了是吧 不要了 最精髓的东西 今天都已经谈到过了 好 你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 你下一步如果想讲的话 你想讲谁 现在不透露 现在不透露是吧 你偷偷告诉我 我出海报 好不好 再说吧 好 再说 我们感谢到这次 姊妹的两个小时的 艰苦的讲座 也感谢我们 到位的六十多名观众 与我们的互动 我个人学术 我不是读哲学的 我又有很多观念都错了 但是请您批评指正 请您参与我们的讨论 因为中国的起点是严能自由 中国是两千三千年 没有产生哲学压的 孔秋的像修了一百零八米高 对中国思想的进步是毫无疑 所以我们要把它推掉 感谢道雷 道雷是跟大家说一下再见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晚上的一个陪伴 我在这里呢 也是跟大家一起学习和交流的 如果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就是有不同的观点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拜拜 再见 好 今天我们直播就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订阅我的频道 更感谢您订阅我的会议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明天将要将华夏转身 将太平天国运动 谢谢各位继续关注 谢谢再见